好 同学们 有些人问我老师这是一个什么语境呢 就Alex is a bus driver but now he is in bad sleep 假设是这样 假设一天我和你咱们一起到一个人家去做客 一进他的卧室发现这么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这是一张床 对吧 这个男的躺在床上就睡觉了 改着被子 对吧 那么上面挂他的照片 有些人说是还有菊花 黄的白的都有 并不是死啊 挂什么照片呢 对吧 这个人开着公交车 穿着公交车的制服 正开车呢 于是咱俩站在这儿 对这个躺在床上人发问 我问你 问的是什么 你用yes还是no 回答我就行了 我问的是 does he drive a bus 你想想是yes还是no 你再想想 咱这场景就是我们俩进屋 看到这个人正睡觉呢 然后墙上挂他开公交的照片 我问的是 does he drive a bus yes还是no 答案是 yes 怎么可能呢 他不睡觉呢嘛 这一点就是跟中文不一样了 同学们 咱们中文中是没有实态的 英文中注意 你一定要对我问你的句子 不光看文的意思是什么 还要看我选择用的是什么时代 does he drive a bus 请问刚才问的什么时代 一般现代时吧 那我是不是问的是他此时此刻正在开车吗 不是这个问题吧 什么叫一般现代时 是不是这是一个树轴 这是现在 左边过去右边将来 一个动作 一贯发生 我应该怎么翻译 我问的是 他是不是一贯都开公交车 他是不是开公交车的呀 他是不是公交司机呀 你要回答 yes he does 你看嘛 he drives a bus every day 他每天都开公交车 能明白了吗 如果我这时候这么问你 你用yes and no回答呢 我说 is he driving a bus is he driving a bus 当然是 no he isn't he is sleeping now 是不是这种感觉 他此时 我问的是现在进行时表示动作此时刻正在做什么 他此时此刻并没有开车 he is sleeping 他正在睡觉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一般现代时和现代进行时的区别 你只要咬住这么几个字就可以了 现在进行时表示的是动作的一时性 此时此刻 而一般现代时表示一贯性 就是终生的感觉 比如同学们 我们再来看一个句子 看这个图片 好理解了 一个厨师擦着手 于是我问你 你用yes and no回答我 注意我的问法 叫做 does he cook the meal? does he cook the meal? yes he does 我的问的是一般现在是 他一贯是做饭的吗 他是个厨子吗 是的 he cooks the meal but is he cooking the meal? no he isn't he is standing in the picture 他正在站着 能明白吗 好 再来看 he is cooking the meal right 这个人在图片中 正在做饭呢 他同样 he cooks the meal too 他一贯也是做饭的 那来看这个图啊 does he play the guitar 他一贯是弹是弹 吉他的吗 当然不是 对吧 他那是 那于是我要问了 is he playing the guitar? yes he is playing the guitar 接着要问 what does he do? 为什么呢 他一贯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就是问职业啊 我没有问 what is he doing? what does he do? 那么 he studies in a kindergarten he studies in a kindergarten what is kindergarten 这是一个德文词 那么现在已经被记录为英文了 我们叫幼儿园 kinder 在德语中是孩子 而garten注意啊 就是英文garten 花园 花园的那个意思 孩子们的乐园嘛 跟我读一下吧 kindergarten kindergarten 再来一遍 kindergarten 再来一遍 kindergarten I'm this boy studies in the kindergarten but now he's playing the guitar he doesn't play the guitar he's playing the guitar 你明白 什么意思了吗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 那同学们再来看这个 does he play the guitar? yes he does 对吧 这个不能叫吉他 does he play the violin 他是拉小提琴的吗? yes he does he's a violinist 对吧 但是他目前并没有弹小提琴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知道这一点的话 咱们就看看这几个句子怎么翻译吧 如果有一天我问你说 什么叫do you speak japanese 你叫做吗 我用的是什么试探 什么叫do you speak japanese 你一贯说日语吗 就是 你会说日语吗 日语是你的母语吗 是不是这种感觉 你是日本人吗 都可以这样翻译 但是什么叫做are you speaking japanese 不是咱俩聊聊天 那种注目聊 突然你说 我当时就傻了 我说are you speaking japanese 你此时刻是在说日语吗 你说嗨 嗨 不就这种感觉吗 那么同学们再来看 对吧 do you listen to the radio 怎么翻译 注意事态 一般现在是 do you listen to the radio 平时你都听收音机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第二句呢 are you listening to the radio 一时性 你此时刻是否正在听收音机呢 are you listening to the radio 你 got it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接下来大家来帮我判断证误吧 第一句是i live at a hotel 第二句i'm living at a hotel 你觉得是上面对 还是下面对 还是都对 想一想 上面对 下面对 还是both are correct 当然是 哎 下面的对 为什么不能用live加宾馆呢 live叫一般现在是只一贯 从过去到现在就将来永永远远 有同学打风出声就在宾馆生 住也住在宾馆 最终也死在宾馆了 起码得死在宾馆吧 同学们 所以宾馆只有临时性的住所 不能加永远的一般性的事实的一般现代事 而只能用I'm living at a hotel 我此时此刻或者现阶段正住在宾馆 但以前都住家 将来也会住在家里 对吧 我们再来看这一块 再看一个句子 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Can you hear those people 能听见那些人吗 What do they talk about 要改成什么 Wha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吧 你能听见吗 Listen 对吧 他们此时此刻正在说什么 没有说他们一贯都在论什么 来看下一句 Look 看到Look你就明白有什么时代了 Dartman正在努力开你车的门 错 Dartman is trying to open the door of your car 很好 再来 The moon goes around the earth 对不对 很好 那我能不能说The moon is going around the earth 不太好吧 什么叫月亮此时此刻正在到着地球转 它是一贯的 好 接下来 Hurray up it's time to leave 快点要走了 OK I 你能说I come吗 一般现在是那是过去来 现在也走 将来也走 就是我此时此刻I am coming 我正在往这赶过来 很好 那同学们再来 I must go now 我现在一定要走了 It 很好 越来越快了 It is getting 注意双血 It is getting late 此时此刻变得越来越晚了 好 接下来 I usually go to work by bus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因为看到一个频率性的词 叫Yusway 肯定选一贯都是上班 坐公交车 那么同学们 最后我们再来消化消化 练起刀 不要选择正确了 让你该自己填了 要想填的话 你先判断它是一时性 还是一贯性 再想用动词的不同事态 就可以搞定这种题 不要害怕 咱们先我作为拐棍来帮着您 第一 要做终之一 Julian非常擅长语言 She 四个语言非常好 你觉得是它此时还是一贯 一贯吧 因为前面是擅长语言 他能流利的说四种语言 过去 现在和将来 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它的一般现代式形式 叫she speaks 然后最后的时候 你再检查一下你的这个实态 对不对 为了清除一下 我们换个颜色 对吧 咱们用个红笔 这个也不是红笔 就这样吧 反正我给大家念一念 叫做第二个 Hurry up 什么意思 快点 抓住时间词了 Everybody for you 是此时刻而一贯 很好 此时刻 Everybody 后面用译彩下 注意每一个人 Everything Everybody 我们都用单数 Everybody is waiting for you 很好 来看下面 The River Nile 不用管这个河 它叫尼罗河 Flow 叫流这个动词 动物业绩的流 流到地中海 君一出来了 你就想是目此此刻 还是一贯这件事好 过去现在将来 当然一贯好吧 我出生之前它就这么流 等我死了它还得这么流 不能我也死了以后 长江流水倒流 对吧 这都不行 所以我们直接用flow 注意第三成单数 我们加S就可以了 The River Nile flows into the Mediterranean 好 我们来看第四个 Look at the river 又看到这个了 看这条河 看这条河 对吧 它 今天 today very fast 是不是此时此刻的意识性啊 叫 It is flowing very fast today 比以前还不是一贯性 就今天这一回 It is flowing very fast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五六七 We usually看到关键词 我们通常一贯性 Grow vegetables in our garden 但是今年一时需要 We are not growing 你进行式的否定 再来翻一翻去 看通不通 我们通常一贯都在花里种蔬菜 但今年就这一年 我们目前这阶段 阶段精识 没有种任何东西 我们用的阶段进行 How is your English 英语怎么样 Not bad 不错 Eat us slowly 是一贯还是目前啊 肯定是目前吧 It is improving 注意趣意加NG 比较改善 提高的意思啊 Improve 懂不懂吧 你现在英语怎么样 你不要说 对吧 他一贯的支持此刻 就能慢慢的提高 对吧 好最后 Ron in London at the moment 他目前正在伦敦 He 什么 At the park hotel You in the hotel 同学们请问 一律用 He is staying 因为那不是一个永久的住所 He is staying at the park hotel 要发现到 他目前此时此刻啊 正在住在这个hotel 这个hotel 叫park hotel 那么He always 他总是呆在那里 在伦敦 是不是频率了一般现在 所以叫He always stays 到我们看到 Always 或者At the moment 你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意识 才对 所以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一些题目 我也希望在时代大家基本流畅以后更重在理解 也希望今天你应该回去拿一些一般现代史和现代经济史的提醒 做一做 遇到错题再改一改 再反思一下 最终你最终就会了解时态 对吧 也会觉得时态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进行我们的新的预法讲解 咱们不见不散 好了再见们同学们